上一节课我们详细的了解了一下原理化BSDF 我相信这种单一的简单的材质应该是不会再难到你了 这节课我们来一起学一下怎么去添加有纹理的材质 比如说这种图片的纹理 还有这种渐变的纹理 还有这种由程序自己生成的程序化纹理 好我们先死定一备 先不要问为什么 我们先看一下加纹理需要那几个节点怎么去加 我们先Shift A新建一个立方体 你可以打开着色这个标签 或者有的同学这边显示的Shading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去添加节点 或者我还是习惯到布局里面自己去拉一个窗口出来 然后把窗口变成着色器编辑器 按一下N可以把侧边栏给隐藏掉 新建一个材质可以在这边改颜色 这边看不出来怎么办 你可以把这个小球滚动一下 点击这个试图着色模式你就可以看到了 因为咱们这个场景只有一盏灯 所以说我们还是把这个场景世界给关掉 这样会给它打一个假的光 然后我们上一课讲过这个类别的问题 你可以把这个世界不透明度稍微调高一点 这样的话显示的效果就跟这个角色的标签里面的这个效果差不多 我们还是回到布局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加纹理 我们先给这个材质命个名吧 test 好加纹理需要五个节点 就是你现在已经有两个了 然后我们可以Shift A新建一个纹理 然后图像纹理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我们就把这个图像纹理的输入给这个技术色 那现在是黑的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图像纹理呢 没有载入任何纹理 你可以打开一个你现在准备好的一个纹理 你可以去附件下载这张图 你看这个纹理呢 就输入到这个立方体的表面上去了 那接下来呢 如果我们想要改变这个纹理的位置呢 我们还需要另外两个节点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节点去改变它的位置啊 大小啊缩方啊 这个节点叫映射 我们先Shift A 到这个矢量里面找到这个映射节点 大家看到这个Shift A里面这么多节点先不要慌哈 其实你只要学习十一二个节点 这些很多东西都能自动打通 咱们这第二节课就已经可以干掉五个了 我们把这个映射连到这个图像纹理上 哎这个图像怎么不见了呢 没有关系 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呢是定义一个坐标 就是纹理坐标 好我们先到输入里面找到这个纹理坐标 好这个纹理坐标是定义怎么去映射 用什么坐标去映射你张图的 我们随便拉一个UV 你看这个就出现了对不对 就跟刚才默认的一样 还有个生成 它就呈现另外一种投射的方式 你会发现我连不同的纹理坐标的时候 这个投射方式的区别还是蛮大的 那这个纹理坐标到底是干什么用不呢 简单来说纹理坐标是怎么把一张2D的图片 映射到一个3D的模型上 这样说你可能还是不明白 比如说我们现在拿了这张图片 它就是一个纹理 它是一个平面的2D的 所以它就两个轴一个X轴一个Y轴 但是我们的模型都是立体的 都是3D的呀 那怎么把这个2D的这张图呢 包在这个3D的模型上呢 那计算机这个时候呢 就会跟你说 哎没有关系 包是很简单的 你要先告诉我你想怎么包 我这边有好几种包法 你以为我们3D和你们2D一样简单呀 你们2D只要一个X轴一个Y轴 就可以完成定位了 我们3D那可复杂了 我们有好几种坐标系可以包 什么全局坐标系 局部坐标系 还有屏幕坐标系 摄像机坐标系 法向坐标系一堆呢 咱们俩得先商量好 咱们用什么坐标系来包 咱们才可以把这张平面图呢 映射到这个3D的立体模型上去 那现在你应该就知道了 咱们这个文理坐标节点啊 就是让你选一下 你想用什么样的坐标系去包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 不同的坐标系出来的结果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首先把这两个新加的节点给断开 看看什么样子哈 你看断开它是这样子一个包法 好我们再把它脸上看看 脸上呢它就是变成这样子了 然后把UV脸上呢 那你看我们如果不加这个映射 跟这个文理坐标节点呢 它就默认是以UV的方式去投影这块文理 那什么是UV呢 UV其实就是把这样一个立方体哈 把它展开成为一个2D的一个平面 然后再把这个投影投上去 我们在这边拉出一个小窗口 然后我们手标滚动一下 然后找到这边找到一个UV编辑器 好这边什么都没有 你必须选中你这个模型 然后tap进入编辑模式 你才能够看到这个UV展开的样子 你们小时候做过这种手工嘛 就这种纸模型 它就是类似于展开的UV 然后你可以把它平成一个3D的模型 咱们这里的展UV是一个道理哈 就是你把这个立方体展成这种样子 我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然后可以移动这整个UV图 你看到没有 当这个UV图移动的时候 咱们这个立方体上的图形也会跟着动 右键车销移动 好这个UV的部分呢 我们后面会单独再讲 这里只是想让你知道 就是我们把这个文理坐标选UV的时候呢 计算机其实就是把你这个3D的模型 变成一个2D的平面 然后再给你这个图像文理做匹配 好我们把这个窗口给拉掉 好那文理坐标这里面呢 看起来有7个选项 但这里面最重要的只有3个 其他的几个呢 暂时用的比较少 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文理坐标 它呈现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首先连一下这个生成 你看它马上就变成了 只有上面跟下面有这种图像 这个投射的方式呢 是由这个棕色的这个图像文理这个节点去控制的 现在目前是屏展 屏展的意思呢 就类似于在这个模型的上方跟下方 放着两个投影一样 然后把这个文理给打上去 我把这个屏展换成方框 你看一下 它就像是六盏投影一样 在每个面上那样打过去 然后把这个换成一个球形呢 你看到没有 它就像是一个球体一样 现在可以看不出来 我们给它加一个那个表面细分 把它变成一个球体 这样看就会更明显一点 好了 细分V2 你看没有 它现在是个球体了 它就像一个球形一样包裹在这边 所以你看了没有 就是它这个地方 把它变成一个管形呢 管形的话 它就把这个管料哈 看到没有 它就像是管子一样 在管壁上去投影 那上下方就没有 这是咱们这个棕黄色的这个图像文理节点呢 它自带的一些就是改变这个投射方式的一种 一种功能啊 大家自己可以自己去试一下看看 我们来看一下这五个节点分别起了什么作用 那第一个这个棕黄色呢 是图像纹理节点 你的图像纹理是从这边载入的 然后它会给你一些基本的选项 让你去改变这个图像纹理的这些投射的方式 那这个绿色呢 是着色器 就是调材质用的 这个紫红色呢 负责输出 那这个映射节点呢 就负责把你这个材质 改变它的位置啊 旋转和缩放 那这个纹理坐标节点呢 就是负责高速计算机 我要用什么样的坐标系去映射这个纹理 好 关于纹理坐标这个节点呢 其实你只要理解生成UV跟物体就好了 像法相摄像机窗口反射 这个用的其实非常非常的少 UV刚才咱们其实已经讲过了 就UV其实还是把一个物体拆成一个2D的平面 然后平面跟平面去做这种映射 所以说UV其实还是一个2D范畴的一种映射方法 那么生成跟物体的区别是什么呢 大家记住了啊 生成利用的是全局坐标系去做映射 而物体呢 用的是物体坐标系 也就是局部坐标系做映射 这个区别在哪呢 全局坐标系呢 就把这整个大的三维空间作为一个整体 也叫世界坐标系 那全局坐标系呢 其实用来定义物体跟物体之间的位置的 它的坐标里呢 就是这个XYZ这个交汇点 也叫世界中心 局部坐标系呢 是为了定义每个物体内部空间的这些点的 所以每个物体的那个坐标里呢 就是它自己的圆点 生成其实就基于全局坐标系 而物体呢 就基于局部坐标系 那这种使用的坐标系的不同呢 就肯定能够改变你这个文理的映射方式了 那最明显的不同呢 就是圆点的印象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是物体投射模式 现在是拓展模式 你可以改到重复 我们还是用拓展吧 我们切换到7顶式图 你看在物体模式下 它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物体模式呢 它是用局部坐标 它的坐标0呢 就是它的这个圆点 所以你看它这个图像 是从这个圆点往外生发的 那我们把它切换到生成的时候呢 刚才讲过 生成是全局坐标 所以呢 它不会被你这个物体的局部坐标所影响 它会整个都会投上去 这样解释 你可能还不明白 那么我们来移动一下这个圆点的位置 你看看圆点的位置变动 会不会对这个纹理产生影响 我把这个纹理坐标切换成物体 然后呢 我把这个选项 把这个紧移动圆点勾选住 这样的话你在寄移动的时候 寄移动的圆点 你看到没有 圆点变动的时候 这个纹理也会跟着变动 它是跟着这个圆点走的 但是我把它切换成生成 这个时候你在寄移动圆点 你会发现这个纹理就不会受影响 好 我们把这个去掉 然后右键 圆点几何中性 恢复原来的样子 所以以后当你做动画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模型的这个圆点 会跟着动的话 你就最好用生成的模式 因为这样的话你圆点动 不会影响到你的纹理投射情况 你的纹理就不会乱飞 好物体模式还有另外一种特性 就是你可以指定它的那个坐标轴 比如说我把这个连到物体 我在这边可以新建一个空物体 我们就用这个空物体纯轴 然后记忆把这个落到旁边 我们可以点中这个 然后这个吸管吸一下这个空物体 你就可以用第三方这个物体 来控制你这个纹理的走动 这也是一个特性 以后你做动画的时候也可能会用到 关于纹理坐标的 其他的这些坐标系 其实用的非常少 比如说这个法相 它就是在轴向上才有用 就是你做一些投影灯的时候可能会用到 反向是跟模型的每个面有关的 这个其实你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这个相机呢 用的就是摄像机坐标系 其实你看转动的时候 它就是摄像机的视角看到的样子 那这个窗口就更好理解 就是你这个窗口不变嘛 所以你看你转动这个模型 它始终是窗口展示的样子 然后这个反射呢 就相当于把这个模型放在四周 然后它像一个镜面一样 反射这些图像上去 这种可能在做一些镜面倒影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 这几个都用的比较少哈 你只要记住这三个就行了 第一个是生成 它是基于全局坐标系 以世界坐标的中心作为坐标灵 第二个呢是物体 它是基于局部坐标系 就是每个物体都有自己物体的这个原点作为坐标灵 你也可以指定另外一个物体作为坐标灵 然后第三个就是UV呢 它就是把你这个3D模型呢 变成一个2D的平面 然后用这个2D的纹理去做一个那个对应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映射节点 映射节点其实非常好理解 它就是集成上写的 它是改变你这个纹理的位置旋转和缩方的 你可以改变看一下啊 你改变一下它的位置啊 它的这个缩方啊旋转啊 大概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这边唯一要提的就是上面这个类型点跟纹理的区别 好我们把它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啊 好现在我们选择类型是点的下面 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选项 比如说纹理啊还有这些实量啊 好比如说我在点这个类型下面呢 我在这个x的正方向这边是正方向对不对 我移动个0.8 你会发现那个纹理会往这个-x的方向 也就是反方向移动0.8 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们把它切换成这个纹理呢 你再试一下往x正方向走 那纹理就会跟着走 大家记住啊 在点模式下 你移动这个映射的时候 你移动其实是坐标轴 所以你的纹理呢 会跟着你的坐标轴的反方向走 但是你把它变成这个纹理模式呢 那你移动就是纹理了 那区别不大就是在纹理模式下呢 你就是真的是在旋转和移动这个纹理 这样看起来会更加直观一点 持量模式呢 因为持量只有方向嘛 没有位置嘛 所以说它就没有这 它就只有这个旋转和这个缩放 那这个法向呢 就用的更少了 它是在你旋转法线的时候 可能会使用到这个类型 但目前我还没碰到过 一般你就默认使用点模式 或者纹理模式都可以 好 我们来看看如何添加渐变的纹理 我们先把这个材质给关掉 然后把这个立方体AltG 恢复到世界中心 然后把这个空体给删掉 好 好我们在这边Shift A 我们新建一个猴头吧 这样看起来会清楚一点 然后G把这个猴头摞到一边 然后再Ctrl R 给它加一个细分为2的表面细分 右键平滑着色 好我们在这边新建一个新的材质 大家跟我看一下就是渐变材质呢 我们需要新加几个节点 我们首先Shift A 新建一个颜色渐变节点 这个在转换器里面 好拉出来把它连上去 我们可以拉拉看一下 好像这个渐变呢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我们想要那种就是从下到上的一种 从黑到白的一种渐变 但是它看起来好像是明显是 整个一起去变黑 或整个一起去变白的 我们把这个立方体跟这个猴头 关联一下哈 这样看起来清楚一点 先选立方体再选猴头 然后Ctrl L 关联材质 这个时候呢 你看你这个时候拉渐变 然后它就是两个就会一起变换 好既然是渐变纹理 我们其实还需要另外两个重要节点 一个是映射 另外一个就是纹理坐标 这两个在你做纹理节点的时候 都是刚需 好我们把这几个节点连起来看一下 是什么样子 它确实是有一个从黑到白的 这样的一个像样子的一个渐变的 但这个方向好奇怪 它为什么是斜的呢 那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节点 叫分离XYZ 如果你是老版本的话 你可能叫分离RGB 好我们到这个转换器里面 找到这个分离XYZ 然后把它拖到这个中间 它会自动连上 这个分离XYZ很多人会觉得奇怪的 我们会讲哈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把你这个矢量 变成XYZ单一方向的量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X 那它就是一个X就是方向的从黑到白 我们改成Y呢 它就是Y方向的从黑到白 如果是Z呢 你会看到一个从下到上的一个从黑到白 那这个其实蛮好理解的 还有这个颜色渐变节点 这边还有不同的这种 缓动模式 大家可以调一下看 你会发现不同的模式下 这个黑白交接的这个渐变的这个形态 它是不一样的 有点区别的 你可以改变它的颜色 你先点一下这个标签 然后点在下面这个位置 你可以改变就是每个标签的颜色 我们给它变成一个从黄到红 再到蓝那个渐变 你可以点击这个加号呢 新建一个颜色标签 这样的话你就三种颜色的渐变了 我们给它加一个 然后落到旁边 把这个标签呢变成一个蓝色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渐变 所以蛮好理解的对不对 你可以把这个渐变模式呢变成长直 长直的模式下呢 就是每个渐变每个颜色之间 它没有过度 它就是一个明显的三个色块 好我们还是恢复到这个线性哈 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这个映射节点 改变你这个渐变的这个旋软的角度 跟缩放 比如说我要改变它的位置 你看我现在是在Z方向上 所以这个时候你改变这个X轴方向的位置 或者Y轴方向的位置 它是不会看不出来的 因为它是整个SY轴是一样的嘛 你只有改变这个Z轴 你看它就会上下这样这样的逻动 好这个时候文理坐标 你又是改成这个物体模式下 你会看到一点点区别 因为我们刚才说物体模式用的是局部坐标系 它是以原点为歧视的 你看原点以下的全部都是黄色 原点以上的话 它才会按照你这个黄蓝色块去做一个间变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生成模式 我们来试一下旋转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从上到下Z方向上的间变 所以这个时候你旋转Z轴 旋转Y转看看 它这个纹理渐变就会发生这种转动 好这就是纹理渐变的填法 大家记住这个纹理渐变的几个节点的位置 你看这个分离SYZ它连接的是个矢量 所以说你要先理解什么是矢量 我帮大家回忆一下高中物理 就是矢量是一种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 我们平常说的长短高矮胖瘦多少 这些数字都是长量 它没有方向 矢量是一种又有大小 又有方向的量 比如说力加速度 还有我们在3D空间中用的这些法向凹凸智化 都是需要用矢量来表示的 你看这个纹理坐标节点 还有这个映射节点 它这个节点是紫色的 这个紫色代表它出来这个值 就是一个有方向的一个值 是一个矢量的值 3D空间的任何一个方向 我们都可以用XYZ轴去表示 你把它起始点设为坐标0 那它终点对应的XYZ 那就是它的方向了 所以这个分离XYZ节点 就是把单独一个轴拎出来 另外两个轴清零 这样的话你比较好方便控制方向 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在没有加这个分离XYZ节点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黑白间边是斜的 那刚才我讲了这个紫色的点代表使量的信号 那灰色什么呢 灰色就是一个长量 它没有方向 它就是一个单一的值 然后那个黄色什么呢 黄色是跟颜色有关的 它都是黄色 那绿色的点呢 是代表着色器的那个输出接口 这个原理化BSDF就是一种着色器 好 渐变纹理讲完了之后 我们大概讲一下程序化纹理 就是在Blender里面呢 它给我们内置了一些程序化自己生成的纹理 你可以用的 那怎么添加这些程序化纹理呢 我们把这个先删掉哈 我们新建一个纹理 然后呢我们在这边Shift A 这边纹理这边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内置纹理 我们先选一个灶波纹理吧 然后把这个纹理连到这个技术色上 你看到没有 它就会出现一种像这种有颜色这种灶波 你可以改变这个缩放的值 让它更密一点哈 它现在是彩色的嘛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颜色间变转换器 把它变成一个黑白的 好 把它拉到中间它会自动连上去 然后你可以拖动这个黑白的这个标签 可以控制这个黑色跟白色的范围 和它的这个呃衔接的这个清晰度 好这种黑白纹理呢 你还可以把它虚入给这个操度 我们知道就是黑色的是0 白色的是1对吧 你看当操度为黑色的时候呢 就是0 看就特别的闪亮 然后白色呢就特别粗糙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常用的一种控制纹理的方法 我们后面还会用到 好我们把这个造波纹理Ctrl X删掉 我们再来添加一个新的纹理 条纹纹理 好这边有个波浪纹理哈 我们选它就好了 好我们可以把这个波浪纹理的颜色呢 连到这个系数上 好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通过改变这些参数呢 去做各种造型 很多大神可以用程序化纹理 做出非常非常惊人的那个材质出来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好那这些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Cut Tips 是 的是 感谢观看